美国其中选举当选的不罚亚洲联孔 其中在华裔人口众多的加州 更是一次有两位华裔候选人获选为众议员 其中民主党籍现年45岁的刘云平在台湾出生 这次在加州选区取得了59%的选票击败对手 也是目前唯一台湾出身的联邦众议员 另外华裔众议员赵美馨 以及台裔众议员孟章文 则分别在加州还有纽约州以过半的支持率 赢得了联邦众议员两个席次 双双连任成功